繼續是中博鄉的消息 中博鄉今天開始為75會以上的專家進行市場業廟 官長吳張良和理會丹民文都來到現場關心市場的狀況 雖然今天一陣子就開始落後 但是很多時段要是來到中博國中的活動中心來做業廟 該餐75會以上的中博儀廟 21號開始開大 官長吳張良一陣子就到中博國中的副作業廟最精神 了解中博的栽打進行 李毅陳民文也夠重關心 官長吳張良表示 疫苗是很貴 他自己也是打AZ的疫苗 後悠鄉親既要身體的狀況乞客 一定要來打疫苗 才可以拿給我們 這次我們的AZ疫苗 因為整個施打力 那包括所有的技術 所以我們從今天正式 下降到75歲以上就可以打 那當然前一段時間因為打AZ 那確實點心不足 那大家有一些狀況 那有一點緩打潮 那不管怎麼樣 那所有的疫苗都非常珍貴 那只要有剩我們就往下 來一直打 那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 看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那來打這個疫苗 那實際上像我自己個人 也是打AZ疫苗 整個狀況是OK的 那我想也有很多人都是打AZ 所以我想 中央現在目前為止針對這些有狀況的 那不斷地在釐清 那大家也不需要過度的恐慌 中部國中 各特疫苗這麼進展 21號開始 還有75歲以上的中部的事大 管長官長良 理貨委員陳明文 還有中部鄉長李毕竟 都來到現場關心 中部的事大進行 在觀察區關心現場中部的狀況 也希望現場辛苦以後令人感謝他們的付出 謝謝新聞正義行中部鄉 蔡宏報德 黃毅如同作戰 嘉義縣啟動了符合在地 以及黃毅需求的應變措施 首先我們透過村里廣播系統 讓鄉親第一時間就可以知道 政府要大家配合什麼 不管是端午節請大家打電話給親友 請他們不要回來 或者是市場的分流管制跟開阜 都是藉由我們動員村里長 每天定時在做地方的管播 第二我們錄製了電話語音的宣導 挨家挨戶固定時段 播電話給我們的鄉親 做一個人剛才會告訴我 說官長我有接到你的電話 而在大林大普美泡茶群聚案發生以後 我們馬上錄製了專門為大林鎮的黃毅所做的版本 同樣透過村里長做廣播 包括整個所有的電話語音 跟大家做提醒 所以我們希望在不同的區域做信息的告知 讓防疫策略更加的靈活 第三為了知道感染是否擴散 以及我們地方的鄉親 我們必須要安他們的心 所以我們發生確診的村里 我們會做擴大PCR的篩檢 因為發生激起的家庭群聚的案例 我們提升了PCR採檢的量能 防止社區感染擴大的可能 衛生局人員第一時間連續醫療系統 不管是大熱天或是下雨 他們都非常辛苦 在第一線為我們的鄉親來服務 團結防疫 守台灣 面對疫情 病毒才是共同的敵人 嘉義縣做了相當多的防疫部署 我們希望民眾大家可以安心 大家一起共同來打贏 這一場戰勝病毒的戰爭